国内知名饮品苹果吸打 饮料出现了不明沉淀物 几乎全厂都遭到下令停工改善 而现在又在增加了新的事端 最近更有员工指控 工厂在停工期间 还要他们继续的正常上班 但是都已经过了发新日 他们还是没有收到5月份的薪资 而初步了解 受到影响的员工 至少就有70到80个人 苹果吸打4月爆出 饮料出现不明沉淀物 早期查后问题连环报 厂吹遭勒令停工改善 但近期有员工爆料 工厂停工期间 他们仍持续上班 可公司到现在 却还没发5月薪资 受访强调工作时续 但5号应该拿到薪水的 现在却有约7、80名员工 拿不到钱 12号劳检处前往稽查 确定属实 现在要确认 业者有没有拖欠薪水的理由 否则将因劳机法采储 最高100万元罚还 苹果吸打接连4、5月 查到生产线环境恶劣 遭到陈储停工 如今却又爆出拖欠员工薪水 又在重创老牌形象 背后是否有原因 还有带相关单位调查厘清 记者林珠强同学报道